青椒土豆片 别再直接下锅炒了 教你一个详细步骤 鲜香入味又下饭 大家好 我是爱做美食的老杨 今儿呢 咱们用土豆做个好吃的 土豆去皮洗净后 切成两毫米厚的片 这个片呢 切得尽量均匀一些 这样呢 成熟度才能一致 切好后放入水中 做这道菜 土豆片必须要清洗一下 这样炒出来的土豆 口感才会好 清洗一次就可以 把多余的淀粉都清洗出来 洗浇后 把土豆片放入漏网中带用 接下来准备两个薄皮的青椒 这个薄皮青椒的辣度刚刚好 大部分人都能接受 首先把辣椒中的盒去掉后 上手给它掰成大小均匀的块 掰成块的青椒 比用刀切的更加的入味 小链准备大葱 一分为二 打斜切成葱花 几半大蒜 剁成蒜末 生姜少许 剁成末 接下来准备适量的五花肉 这道菜加上的五花肉 味道才更好 去皮后切成均匀的片 大概用一两肉就行了 肉太多的话反倒会油腻 切好后装到盘中待用 接下来锅中烧水 凉水直接上入土豆片 水开后给土豆片烫两分钟 这样的好处就是比直接下锅炒的愿意成熟 而且和青椒一起炒 特别的容易入味 烫好后的土豆片给它装入漏网中 控水 接下来开始制作 把锅烧得热热的来点食用油 把锅的周围转前润一下 润透了再把油倒出去 接着再倒入少许食用油 这样可以防止炒肉的时候粘锅 下入肉片 先把肉炒散 再把五花肉炒至发白 炒出多余的油脂 这样的五花肉吃起来才会更香 接下来下入葱姜蒜 把葱姜蒜炒香 炒香后烹入料酒 翻炒两下 让料酒挥发掉猪肉的腥味 接着来点酱油 继续翻炒 让肉片挂上颜色 这样看起来的猪肉 是不是变得有食欲了呢 而且加入酱油 会增加酱香味 炒出香味后 下入青椒 给青椒简单的翻炒两下 这样的目的呢 可以使青椒和土豆片 成熟度一致 炒好后 下入土豆 先给所有的食材 翻炒均匀 开始调味 加适量盐 少许五香粉 开始大伙翻炒 让食材充分的入味 大约要翻炒一分钟 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伸出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支持 翻炒均匀后 来上点味精 加入这道菜的点精之笔 蒜末 简单的翻炒个七八下 这样一道 简单又加强的 青椒土豆片就做好了 只有家常的菜 吃的才顺口 这道菜 我怎么吃都吃不够 真的是鲜香入味 又下饭 满分一百 你会给这道菜 打几分呢 喜欢这道菜的朋友 不妨把我的视频 收藏一下吧 没准哪天就用上了呢 点击我的头像 还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 关注老洋美食 让你天天做好菜